子莫子言曰 待至西三代圣王继莫 天下诗意 诸侯立正 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 父子弟兄之不辞孝帝常真良也 正常之不强于听智 见人之不强于从事也 民之为淫暴扣乱盗贼 以兵刃 毒药 水火 退无罪人呼道路滤镜 夺人车马 依求以自立者 并坐 由此使 是以天下乱 此其故何以然也 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 不明忽鬼神之能赏贤而伐报也 今若使天下之人 邪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伐报也 则夫天下起乱哉 今直无鬼者曰 鬼神者 故无有 但目以为教会呼天下 以天下之众 使天下之众皆以或呼鬼神有无之别 是以天下乱 是故子莫子曰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是君子 欲求兴天下之力 除天下之害 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 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既以鬼神有无之别 以为不可不察已 然则无为明察此 其说将奈何而可 此莫子曰 事与天下之所以查之有与无之道者 必以众之耳目之时 知有与王为仪者也 请获闻之见之 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 则必以为无 若是 何不常入一厢一礼而问之 自古已及经 生明已来者 亦有曾见鬼神之物 闻鬼神之声 则鬼神何谓无乎 若莫闻莫见 则鬼神可谓有乎 今直无鬼者言曰 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 不可圣祭也 亦赎为闻见鬼神有 无之物哉 子莫子言曰 若以众之所同见 与众之所同闻 则若惜者杜博是也 周宣王杀其臣杜博而不孤 杜博曰 无君杀我而不孤 若以死者为无之 则指以 若死而有 吃 不出三年 必使无君知之 其三年 周宣王和诸侯而填于谱 填车数百城 从数千人 满野 日中 杜博城百马速车 诸一关 执诸公 携诸史 追周宣王 设之车上 忠心者己 一车中 扶涛而死 当事之时 周人从者莫不见 原者莫不闻 住在周之春秋 为君者以教其臣 为父者以警其子 曰 借之 慎之 凡杀不孤者 其得不祥 鬼神之诛 若此之惨夙也 以若疏之说观之 则鬼神之有 岂可遗栽 非为若疏之说 为然也 息 这正目公 当昼日中处呼妙 有神入门而左 鸟身 素福三绝 面状正方 正目公见之 乃恐惧奔 神曰 无惧 帝祥女明德 使与西女受十年有久 使若国家繁昌 子孙茂 无师正 目公在拜基守曰 敢问神明 曰 与为巨芒 若以正目公之所身见为夷 则鬼神之有 岂可遗栽 非为若疏之说 为然也 西者燕 简公杀其臣 庄子夷而不孤 庄子夷曰 吴君王杀我而不孤 此人无之意义 此人有之 不出三年 必使吴君之之 几年 燕将持祖 燕之有祖 当其之设计 送之有桑林 处之有云梦也 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日中 燕简公方将持于祖徒 庄子一和诸杖而积之 一只车上 荡是时 燕人从者莫不见 原者莫不闻 住在燕之春秋 诸侯传而语之曰 凡杀不孤者 其得不祥 鬼神之诸 若此其惨处也 以若疏之说观之 则鬼神之有 岂可遗栽 非为若疏之说 为然也 昔者送文君报之时 有臣曰 是自旁家时 观孤 故常从事余力 诸子杖即出语言曰 观孤 是何规避之不满度量 九里滋生不敬节也 牺牲之不全肥 春秋冬夏选诗时 其女为之语 亦报为之语 观孤曰 报又若 在河墙之中 报何语时焉 观臣观孤特为之 诸子举及而敲之 亦之谈上 荡是时 诵人从者莫不见 原者莫不闻 诸在诵之春秋 诸侯传儿语之曰 诸不敬圣祭祀者 鬼神之诸 智若此惨夙也 以若疏之说观之 鬼神之友 岂可遗栽 非为若疏之说 为然也 昔者其装君之臣 有所谓亡理国 忠理教者 此二子 者 诵三年而遇不断 其君由千杀之 恐不孤 由千世之 恐失有罪 乃使之人共一阳 蒙其之神社 二子许诺 于是绝学 谨阳而露其雪 独亡理国之词 既以忠以 独中理教之词 未伴也 阳起而处之 折其角 挑神之而敲之 亦之蒙所 当是时 其人从者莫不见 缘者莫不闻 住在其之春秋 诸四传而语之曰 情品先不以其情者 鬼神之诸智 若此其惨夙也 以若疏之说观之 鬼神之友 岂可遗灾 是顾子莫子言曰 虽有身息薄 灵 幽见无人之所 诗行不可以不懂 见有鬼神是知 今知无鬼者曰 夫众人耳目之请 其足以断遗灾 奈何其欲为高君子于天下 而有父信众之耳目之请哉 子莫子曰 若以众之耳目之请 以为不足信也 不以断遗 不识若惜者三代圣王 谣 顺 语 汤 闻 吾者 足以为法乎 故于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 若惜者三代圣王 足以为法以 若苟惜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 然则孤常上官圣王之事 西者五王之功因诸咒也 使诸侯分其 既曰 使亲者受内嗣 疏者受外嗣 故五王必以鬼神为友 是故功因伐咒 使诸侯分其既 若鬼神无有 则五王何既分哉 非为五王之事为然也 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 其路也必于赦 赏于祖者和也 告分之君也 路于赦者和也 告听之中也 非为若疏之说为然也 且为息者于 下 商 周三代之圣王 其始见国营都日 必则国之政坛 至已为宗庙 必则牧之修茂者 立已为从位 必则国之父兄 慈孝真良者 已为著宗 必则六处之圣 土肥翠毛 已 为牺牲 归必从皇 称财为度 必则五谷之芳黄 已为九里滋圣 故九里滋圣与岁上下也 故古圣王至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 此也 故曰 官府选孝 必先鬼神祭契 祭福必藏于府 祝宗有私必利于朝 牺牲不与西聚群 故古者圣王之为正若此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友 其物鬼神后已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 故书之竹伯 传疑后世子孙 显恐其辅度绝灭 后世子孙不得而祭 故着之盘于 漏之今时已种之 有恐后世子孙不能静 此后一 分钟 此有苦的天下 神祭祖